此次墨西哥正在團地2T 來到荷湖特拉市進行飯飯前的勘查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比之前的墨西哥城 狀況還要嚴重喔 很多的災民都只能這樣住在這個檢疫的帳篷 有的是一家五口就要擠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已經生活了三個月的時間 你好 先進去 水 奶 牛奶 還有吃的 晚上很冷 人們還繼續在這裡 人們還繼續在這裡 人們在這裡 有23家人 13家人 30家人 約150-250家人 在這裡 祈求人心進化 祈求社會祥祥 祈求天下無災無難 祈求天下無災無難 段緣產幣已經清了一些 但是呢 還是看不到那個新建設 尤其是已經要碰到他們過年 耶誕節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日 那麼透過黃黃 透過意志 那麼更希望帶動他們那個 重建家園的 未來的一個希望 看到很多墨西哥的小朋友 還有一些老人家 跟我們敬禮 跟我們鼓掌 其實我很想留言 我想前面的師兄師姐 已經把自己的愛帶給他們 我想在未來幾天 不管是發放還是議程 我會盡我最大的力量 來幫助他們 在最後一天 在這個14號 那我們要發放兩天多戶 而且在之前13號要全天做議程 所以這個也可以說是 這一次墨西哥 整個震災的 特重的 而且是支援最多的 需要最多的一個地方 boldugs 五月百,五月 五月百,五月真 你說,我們二十星五月 京 되고, relevan, relevan 開世界